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侯的老大 是武林盟主 我说了算 这蛋糕怎么办 上上之策当然是 蛋糕都是我的 我要实行郡限制 你们跟着我的人呢 好 都是小弟 是吧 哪个军的军手给你们当一当 这就不错了嘛 什么楚汉战争 没这回事 你们都是我的手下的一个官员而已 上上之策 但是我们项羽没有实行这个 所以啊 我们很多历史学就因此而惋惜 觉得项羽这个人啊 错失了一次历史大机遇 当然 我们项羽错失的可不止这一次啊 红门燕也算一次 后面还多的是呢 千不该万不该 我们项羽居然没有想过自己能替代秦始皇 你不是说吗 鼻壳取而代也 你只是把秦始皇的宝物美女抢走 这就是所谓的取而代之吗 结果这个项羽选择了分封制 把这块蛋糕好好的这么一个军线制 给切开 重新恢复西周时期的分封体制 所以有些历史学家就说了啊 这种分封是低层次的分封 有点类似于分赃的味道 还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呢 就认为这个项羽啊 开历史倒车 尤其是我们毛主席也是非常讨厌这项羽的 说过不可孤名学霸王嘛 所以在七十年代之前的这种论文里 对项羽啊 基本都是批判的 那主要就是他开历史倒车 没有选择俊仙制 选择分封制 但是啊 这种解读方法 有点做着说话不腰疼 我们前幕说了 要有对历史是理解之同情去阅读 就是我为什么要实行分封制呢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哎 前幕分析说啊 分封制的选择是所有人的共识 所以你不能怪象 哎 这是什么意思呢 要我们来说啊 当时秦始皇统一六国 灭掉最后一个国家是齐国 灭掉齐国之后就等于统一天下 这时候实行什么制度呢 他就说啊 中国国度那么大 必须采用分封 这个地方有一个诸侯王管 那个地方有一个诸侯王管 你呢 属于天子 是这样的 秦始皇说了一句 特别有见底的话 他说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 已有侯王 意思就是 天下为什么打来打去 就是因为有各个诸侯王啊 我现在好不容易把诸侯王灭了 你让我再恢复诸侯王的时代 那不靠谱 所以乾坤独断实行了俊贤制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秦始皇朝中的大部分官员 依然是相信分封制的 好比说齐国有个博士叫淳于赵 他就说 事不失故而能长久者 非所闻也 意思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古代 学的是啥 分封制啊 如果不学西州的分封制 我们能成功 啊 那我听都没听说过 还有秦国的一个宰相叫王婉 也是支持分封制 哎 这是秦始皇这时期 这是我们认识的第一点 也就是秦始皇时期 大部分人都是认可分封制 那后来的人呢 比如说陈胜 认不认可 当然也认可呀 比如说当时有个魏王 叫魏舅 就在陈舍营寨之中 陈舍自己把他派过去 当了魏王 说明在陈舍旗的过程中 也是实行了分封制 但是初期的陈舍不是特别支持 后来就走向分封制 在陈舍时代 哎 齐国建立起来 魏国建立起来了 赵国建立起来了 燕国建立起来了 那当然后来陈舍死了 到向良这一带 那么向良认为 军先之后还是分封制后呢 依然是主张 分封制 代表两个 第一 他自己就立了一个王 楚怀王 还有呢 当时他见到了张良 张良说呢 哎 你们各个国家都火了 就我们韩国还没活呢 所以我想把韩国恢复起来 向良说好 你去吧 结果韩国也恢复了 所以在向良这个时代是 战国的六个国家 全部复活了 好 这些 我要只是告诉你 不管是你腿子出身 也就是为人拥耕的故农臣上 还是贵族向良 都是相信分封制的 有人说那刘邦呢 我告诉你 刘邦更相信 比如说他在西晋途中 有一个南洋太守 叫吕乙投降了 刘邦立即封他为殷侯 这是他封的第一个诸侯王 而且啊 后来打这个项羽的时候 封了韩信为齐王 彭越为两王 这是打仗过程中 打完了之后呢 一口气封了八个异性王 还有二十多个猎侯 后来铲除掉这些异性王之后 韩信杀死了 他也并没有取消这个分封制 而是实行分封制和俊宪制的 一国两制的政策 那他说异性王不靠谱 那就改封同姓王 封了九个诸侯王 而侯国呢 居然达到了一百四十三个之多呀 所以你想想 如果不是项羽来做这个武林盟主 刘邦做武林盟主 他会实现什么呢 当然是分封制了 我们还记得陈圣说过的话吧 王侯将相 宁有种 说明在陈圣行中 我的终极目标是要封王败相 分封制啊 还有反快在鸿门宴上有一句话 说老苦而功高如此 未有封侯之赏 啥意思 在这个卖狗肉出身的反快心中 有功的人 要有封侯之赏啊 还有陈瑜张尔烈传里有句话 说不成封侯之业者 非人豪言 说明在哪个时期啊 贵族也好 老百姓也好 原来的六国后人也好 普通的士大夫也好 所有人全部相信 分封制才是社会的未来 但是咱们知道 历史往哪里发展呢 肯定是往军县制发展 不可能再恢复到封建制 因为封建制必然的结局就是 大家还会混战 因为封建王国强大 必然是要对抗中央 不利于中央集权啊 但是所有人都相信 这是什么局面呢 我看了一本书叫秦汉史 作者呢 就是钱穆 他有很深的见底 我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啊 大家为什么坚信封建制 那非常简单 秦国统治就十五年 太短了 大部分人依然留在分封的那个迷梦中 记住啊 前幕用的两个字形容 这种社会心理就是迷梦啊 但是可惜啊 这种迷梦和整个发展趋势是像矛盾的 但是记住啊 所有的人都处在梦中 盖莫能外啊 很感慨啊 我读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变化最快的是人的思想 变化最慢的也是人的思想 你说是不是有道理 有的时候不知不觉 人的心理就变了 但有的时候吧 你想让他变 他就是不变 老百姓的心理就是很保守 哎 很奇怪呢 有三种 社会心理啊 值得我们去探究一下 第一种 就是所有的老百姓的观念 都特别先进 但是啊 个别伟大的人啊 反而非常复古 非常落后 开历史倒车 很有趣 比如说孔子 礼崩乐坏的时代 大家都忙着打仗的 但是 孔子就觉得应该恢复以前的 君君臣臣 夫妇子子的时代 你说孔子与时代落伍 可不就是应该的那个遭遇吗 这是第一种模型 就是伟大人物 反而比老百姓落后 还有第二种社会心理呢 就是老百姓的观念特别落后 但是伟大的人啊 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好比说我们知道 有一个马颖初 在毛泽东时代 就提出了自己观点 说要控制人口 人口多了 以后资源交通 各种都有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没人相信 那个时候相信的是 人多力量大 我们要多生孩子 生十个孩子的妈妈 叫英雄母亲 所以马颖初很可怜啊 这就是个别人 走在了时代先列 这是第二种社会模式 还有第三种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迷梦 啥迷梦 所有的人 全部相信某种观念啊 但是社会偏偏不往 这种观念上发展 很奇怪的啦 这个前部用迷梦二字来形容 当然一个问题是 当时的陈舍揭杆而起 一呼喊 六国后人 纷纷响应 问啥 因为迷梦的响应呢 所有人都觉得 应该是这样 不仅仅是这 这个萧雄 像刘邦 情报 纷纷而起 靠的就是这个迷梦的 号召力啊 但是现在 反期已经结束了 这个迷梦 是不是该醒来了吗 没有 大家还在迷梦中 包括像 包括刘邦 包括张良 这一切人 都在这个迷梦之中 那谁会率先醒来呢 啊 前幕得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感慨的结论 他说 谁没有文化 谁出身低 谁最不受传统文化影响 谁先醒来 那当然是 刘邦 刘邦就是个底层人的 他爸爸名字叫太公 妈妈叫刘傲 说白了 爸爸没名字 就是叫老头 这就是他爸爸名字 他妈妈呢就叫刘老太太 可见 连名都没有 刘邦的地位之敌 可以想见了 相语呢 贵族后 谁会醒来 就是刘邦会醒来 刘邦不受传统文化影响 现在啊 大家都相信分风 那咱就分风 分风不合适 那就去郡县 郡县不合适 咱就改 反正我眼前没有什么固定的思维模式 我就什么对我有利 我就干什么 打相语 我需要分风 是吧 不分风 人家不跟我一起打相语 好 我就分风 分完风 你们要遭反是吧 好 我就诛杀你 然后不让你们分风了 所以就是一个实用主义 最后刘邦 上初 钱穆说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个团体 文化积累越深 在时代巨变的时候 深刻的文化 不仅不是帮助 反而是一种阻碍 这句话 平起来是很有滋味的 你去想 战国时期 大部分人存的心理是啥 还是我们要有基本的人意道德 像孟子那助长 最后谁赢了呢 是文化最落后的秦国赢 再举个例子 我们近代中国一直被别人打 一直受到欺凌 为啥呢 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 当我们深受这五千年的传统束缚的时候 那种时代的巨变 反而难以应对 就好比说 一个小的公司 面对手机从功能机到智能机转变的时候 很快掉头 诺基亚就得倒 为什么 因为诺基亚受传统影响最深 最难以从里头醒过来 这个问题说完了呢 其实我们主要应该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 项羽的分封是必然的 而且从实际角度也是如此 你想项羽楚国军队才多少人 如果他真的替代秦始皇 那所有人都是他敌人 区区数万楚国将士 怎么替代秦始皇 怎么打 刘邦情部 所有的人都将是你的敌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当然涉及谁先从迷梦中醒来的问题 这一点呢 更值得大家去体会 好了 这第一个问题 咱就告一段落 接着我们来读原文 相王使人致命怀王 怀王曰 如曰 乃尊怀王为异地 好 这段我们来解说一下 相王啊 派人 去致命 也就是报告 报告出怀王 说我们准备分分天下 怎么处理啊 怀王就两个都在答复 如曰 啥曰啊 就是以前说的 先入观者望之 谁先进入观中 谁就是观中王 其实挺有玄机的 你想想啊 怀王居然这么说话 难道他不知道项羽 是比较忌讳流帮的吗 说明怀王跟项羽啊 真不是一条心 而且这个怀王 是有自己独立见解的 他不受项羽之制衡 所以说 如曰 跟我们原来约定的 照办就行 那这个相王呢 也就没办法 乃尊怀王为义帝 这是他封的第一个人 啥叫义帝呢 首先帝就是周天子那种身份 但是前面又加了个义 就像我们说的义父 啥意思 是暂代假代之父 才叫义父呢 所以义帝就是 名义上的帝 而不是实际上 我相认可的柱子 所以这一点 大家要值得注意 我们继续读原文 相王欲自望 先望诸侯相 未曰 天下出发难时 假立诸侯后 以伐秦 然身披肩直锐守势 曝露于也三年 灭秦定天下者 借将相诸君 与吉之立也 异地虽无功 故当分其地而望之 诸将皆曰 善 乃分天下 立诸将为侯王 好 这一段特别重要 是整个分封的总原则 好 我们来看看总原则是什么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天下出发难时 假立诸侯后裔伐秦 什么叫假立呢 假就是暂时 就是我们为了打秦国 我们暂时的 作为权宜之计的 立了诸侯的后人 一起来讨伐秦国 这意思是啥 你们这帮六国的贵族后裔 是没有功劳的 只是我们权宜之计 好 这是第一个论断啊 第二个 身披肩职锐守势 曝鲁玉也三年 灭秦定天下者 皆将相诸君 与吉之力也 意思是 那真正的 打天下的 灭掉秦国的是谁呢 是你们各位将军啊 还有我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说白了 真正有功劳的 是跟着我打仗的那批人 和我本人啊 那这两句话 你仔细放在一起读就明白了 原来的那些诸侯后人 要被贬了 现在那些立功的将相 就要提拔了 还有第三个 异地虽无功 故当分其地而妄之 哪有这么说话呢 他说异地啊 虽然没有功劳 他是你的主子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这一句话 把他和异地之间的矛盾 一下子显露出 所以异地一点功劳都没有 但是呢 给点面子 也分一块地 给他当一当王 就说 但是诸将当然很愿意啊 为啥 这些人可以得到封地了 所以说善 然后在这个总原则之下 分封天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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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